剛剛公示完成 理論應該沒問題吧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再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答案 反正你會發現這一串 不過基本最重要就是Find 加IfAir再加Mid 所以光這個三個函數 其實就可以變化出非常多厲害的效果 其實夠了很多時候 你工作裡面就不需要塗髮煉鋼了 主要就是找它的開頭跟找它的結尾 把中間的字切出來就OK了 那這個當然比較是針對不確定的資料位置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有固定位置那比較簡單 那接下來的話一樣插入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要統計什麼 路接道現在沒有出現 重新整理一下 路接道出來了 把路接道拖拉到列 把路接道拖拉到池 它就出現了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好像還有一些錯誤 為什麼因為地址裡面好像有刮鬍 很奇怪為什麼會有刮鬍 這個應該是它資料處理的時候 有承辦人員應該還是有資料有疏漏 所以還是要校對一下 不過不管我們先怎麼樣 反正排序一下 游標放在B4 資料裡面Z到A就可以了 那我們主要最關心的是哪些道路是熱點 也就是把熱點找出來 如果說我今天只要前十條路的話 前十大 哪十條道路上面的住宅切到案件最多 目前的話你會發現它這邊顯示出來一堆 底下這麼多 但這些其實都可以不出現 那怎麼讓它不出現 其實接下來 第一個請你用資料裡面的力道而已 第二個請你 在列標籤這邊不是有一個篩選的功能 這個篩選我們剛剛是打勾 你想說是不是 我要前十條有幾個方法 打勾 可是問題這邊不對啊 所以跟各位講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利用在篩選裡面 有一個叫直篩選 找到有一個功能 如果你找到的話呢 那前十項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直篩選前十項就有了 按點一下 那但是它其實不是說只能十項 以後如果你要五項就會 改成五就好了 OK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只會留下前十大的道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名的話 沒有意外 就是華登初上的那個 他們的那個場景的位置 中山北路 OK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華登初上嗎 不是這 我看那個臉書上很多人都在 開始就評論 因為好像還沒全部演完 看到那個中山北路那個 有個分局 好像常常那個分局都會出事 分局局長 因為那邊其實油水太多了 很容易就會受到誘惑 然後就會 OK好那不是重點 而且切刀案件還真的比別人多很多 102件 中孝東路是排第二 應該也在附近 其實中孝東路離中山北不遠 再來的話旁邊也是東 南京東 南京東也在旁邊 就那附近 那附近真的很熱鬧 OK 然後內湖 內湖我就比較意外了 羅斯福 羅斯福就在我們這邊而已 有沒有OK 明泉 明泉東 明泉東為什麼 就不確定 明泉東 明泉西 反而我覺得明泉西應該感覺應該 會切刀案件比較 反而明泉東路 明泉東路的話 好像也會跟中山北有交會的地方 OK 那當然西部 可能還要實際上把那些資料調出來 那我們才能分析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些資料調出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交過一個功能 你可以在這個明泉東 我記得好像快點兩下 他就會幫你把這55筆所有的資料調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再針對明泉東路的部分 再篩選的話 我看一下我記得好像有這個功能 點兩下 他會跳 應該是點這邊 點兩下 55 有沒有發現 明泉東路的 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到底明泉東路的哪一個部分 是切刀案件最多的 你還可以再針對明泉東裡面 再去做分析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如果你是警察要辦案的話 有沒有 或者你是哪個局的局長 或者是幕僚好了 你可以幫他一些忙 有沒有 點 所以這邊可以刪掉 他會怎麼樣 就剛剛講 這邊點兩下就可以 或者中山北你想知道的話 點兩下 他這邊會出現 有沒有 中山北 大概都集中在幾段 所以你還可以再針對中山北路 再去做進一步的分析 有沒有 OK 這個就是延伸性的 然後最後的話畫個圖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是利用這個地方 有個直篩選前十項 最後的話你用直條圖就可以了 或者你看看有沒有什麼比較 我是覺得因為我主要是要表現數量 所以我們用直條圖是最簡單的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可以一樣把這邊放大一下 然後理論上這個圖裡 應該不需要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其他的東西 上面的標題請各位自己改一下 改成什麼 就是各道路 或者各道路的切到這個數量圖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第一名中山北 在底下的話就是延平北 請各位試試看這個部分 今天的話呢 理論上就是把這一個練習給做完 然後繳交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是什麼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 總共三個圖 一個圖是歷年的統計 一個是各區的統計 比例圖跟數量圖 那這個的話 應該是各 這個就是各路街道 這個 應該叫什麼 路街道 OK 反正就是給它一個名稱 路街道的切到數量圖 OK 或者是什麼 前十 前十好了 好這樣子 這樣就OK 其實你可以自己再改一下底色 改一下顏色 讓它稍微凸顯一下 這樣就OK了 就是相較之下呢 比看數字來的簡單很多 我們OK 試一下